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这部影片将会跟大家解说 鬼灭之刃当中所有讨喜的动物 叉叉丸竟然是男生 他还与使狼针锋吃醋 叉叉丸与狄丸真的存在于现实当中 并且象征着幸运与财富 这部影片当中也会版抽奖活动 将会送给大家叉叉丸 记得看到最后哦 叉叉丸是猪士饲养的一只山花猫 像黑、鹤、白的三种毛色 在现实当中也被称为三色猫 因为基因的关系 山花猫99.9%是母猫 只有发生基因突变 才有非常低的几率出现宫的山花猫 所以在现实日本当中 宫的山花猫被视为非常幸运的象征 叉叉丸就是非常稀有的雄性山花猫 叉叉丸在决战时 也就是带来幸运的重要关键 但其实御使狼不太喜欢它 因为这只猫是宫的 再加上朱氏小姐非常疼爱茶茶丸 茶茶丸第一次登场 是在探智狼消灭了被剔除十二鬼月的下弦之六 祥凯 正在收集血液的探智狼 突然被喵一声的茶茶丸吓到 现在的它还只是一只普通的猫 是因为透过御使狼的血鬼术 让嗅觉敏锐的探智狼 也无法察觉到气息 就当收集鬼的血液之后 就由茶茶丸送给朱氏做研究 顺带一提茶茶丸相当喜欢探智狼的摸摸 看看这个享受的表情 真的很可爱 就当茶茶丸第二次叫声后 就会再次发动隐形的血鬼术 茶茶丸也替无法在阳光下的朱氏 传送讯息 朱氏写给探智狼的信 就放在茶茶丸背后的包包当中 朱氏在信中感谢探智狼收集鬼的血液 以及告知他 米豆子的血液不断的变化 过不久之后也许就能克服阳光 这些事却让玉石狼有点吃醋 因为朱氏写信给其他男生 而且还抹着茶茶丸 在无产的最终决战当中 茶茶丸负责运送化解无产血液的血清 就当被困在瓦力堆当中时 被鬼杀队引部的队员所救下 陈方有着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 茶茶丸还是有着坚定的眼神 直奔着无产所在的战场 就当所有与无产战斗的剑士 被含有无产血液的刺鞭击中时 那样如同剧毒的血液 几分钟之内人类会产生剧痛并且死亡 千军一法之际 茶茶丸从自己的背上 带来了治疗的血清 不仅缓解了剧痛 更拯救这些见识的生命 但茶茶丸随即被无产直接切成碎块 事实上在无产最终大战前夕 善良的朱氏派玉石狼伪装成鬼杀队 替受伤的对师们治疗 朱氏也知道自己 有可能会与无产同归于尽 为了不让玉石狼独自孤单的活着 于是就将茶茶丸也变成鬼 尽管不是茶茶丸自愿变成鬼 朱氏也对此充满歉意 不过男友力满点的茶茶丸 在漫画的附录当中所者 如果是自己爱上女人的请求 这样做根本无所谓 被切成碎块的茶茶丸 正好遇上了玉石狼 被接回身体之后 又继续送血清给受伤的住门 朱氏所制作出的毒药与血清 在无形当中削弱无惨 拯救人类 如同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在最终玉石狼对于诸事 牺牲自己 而打赢这场战争 尽管相当悲伤 但还是流下了开心的眼泪 一切终于结束了 茶茶湾也安慰着哭泣的玉石狼 三个月之后 玉石狼来探望受伤的炭治郎 茶茶湾则躺在炭治郎的腿上 在离开之前 眼瞄的一声表示道别 这也是茶茶湾 最后一次见到炭治郎 在大圣时代结束之后 来到了现代 茶茶湾就如同初世所预料的一样 始终陪伴着孤单 不易与人亲近的玉石狼身边 茶茶湾在鬼面之人当中 戏份很少 但是由于太过于可爱与疗愈 就有许多观众相当的喜欢他 那样听从猪士 认真负责执行动物的样子 以及坚定的眼神 更是惹人怜爱 是非常有人气的动物角色 第二个介绍的动物就是狄丸 因为同样是基因的原因 而产生白化现象的动物 在日本白蛇象征着 能够带来好运与财富 除了不具毒性 而且非常温馴 就当一黑小巴内 在12岁时 知道了自己 其实是被当成蛇鬼的食物所养大 家人们竟然为此感到骄傲 被囚禁在牢笼当中的小巴内 每个夜晚都担心着 害怕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这时因为迷路的一条白蛇 迪丸 这是小巴内唯一一个 能够信任的精神寄托 小巴内从此就一直养着迪丸 温馴的迪丸也一直帮助着 出生就弱势的小巴内 就连与鬼战斗时也从不离生 对他们来说彼此是真正的家人 就当鬼杀队在花杰战胜的上弦之六 天元的妻子们怒斥着 都是因为蛇主来得太慢 才会陷入苦战 这时迪丸就把天元的妻子们吓到尖叫 在与无产的决战当中 迪丸更是指引着已经失明的小巴内 并且让弱化的无产束手无策 就当碳质量捡起能够共享视觉的眼 传给小巴内时 关键时刻就由迪丸咬住 就让小巴内在脑海当中 透过迪丸的视觉 看见了无产的攻击 才让蛇主小巴内发挥真正的实力 并与无产战斗的几乎不相上下 罪州无产被鬼杀队众人合力消灭 为了保护人类的住门 还是受到了重伤即将离开人世 迪丸看着即将没有气息的秘铃 流下了眼泪 他也见证了小巴内与秘铃爱情故事 封住不死穿石迷 再之后将迪丸托付给了香奈呼照顾 他也同样见证了香奈呼与贪之狼 未来的爱情结局 尽管作者并没有在迪丸的设定上 给出太多的资讯 也只有香奈呼说他真的很聪明 不过他与小巴内并肩作战的时候 让本来没有很喜欢蛇的我 觉得非常帅气 接下来就来说说剑士们的送鸭 他们都非常有特色以及有趣 首先就是炭治郎的送鸭 除了不断的南南东 尽忠职守达成任务 但事实上他也是有许多缺点 首先就是非常多话与八卦 就当炭治郎正在休息时 还会不断的跟他说 隔壁村的三角恋情 一支柱的送鸭 因为足足有18次 差点被吃下 不过也同样禁止了他 还是始终躲在一旁 义勇的送鸭是一个老爷爷 时常搞错指令 因为疲劳而睡着 甚至在义勇与鬼战斗时 意外飞入战场 让义勇必须保护他 一边与鬼战斗 练住密尼的送鸭 有着三个爱心样式的头饰 个性与主人极为相似 在许多人的地方会害羞 不过在熟视的密尼面前 就表现得开朗外相 阴住的送鸭 打扮几乎与主人一模一样 个性也同样的华丽浮夸 他在乌鸦界 可是引领时尚的人物 狭住无一郎的送鸭 有着非常长的睫毛 因为自己的主人是只用两个月就成为住的天才 所以总是趾高气昂 非常骄傲自大 看不起其他送鸭与人类 对炭治郎更是不会留情的咬到出血 接下来就是善意的送鸭 他竟然拿到一只麻雀 但怎么反应给鬼杀队都没有用 这只麻雀其实名字叫做五家木 但是只会啾啾啾的叫 善意根本听不懂 于是就被取名为啾太郎 是为家人被杀而想要复仇而加入鬼杀队 尽管身形非常弱小 但其实他非常照顾善意 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鸭太郎 想要知道他如何救下善意 可以看左上角资讯卡的影片哦 最后就是十月要开播的游锅片当中 忍者与水天元所养的鸡肉鼠 他们接受过特殊的锻炼 才拥有听懂人话的智慧 并且有着惊人的力量 能够举起比自己重的日轮刀 唯有对自己的肌肉非常自豪 才能被选上 个性自恋的老鼠 则更加分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见茶茶丸的娃娃 觉得非常可爱 就当作这次影片的奖品送给观众 这次一样 自掏腰包提供了五个抽奖名额 如果想要四号仓库多举办抽奖活动 可以多看几次影片 当作是对我的支持哦 一到三奖是叉叉丸睁眼睛的娃娃 希望把三色猫的幸运带给大家 四奖就是叉叉丸在睡觉的版本 五奖就是揪太郎 诶这是善意吧 呃好 就是打扮成揪太郎的善意 抽奖的方式跟之前的影片一模一样 只要记得订阅四号仓库 按赞这部影片 及留言你最喜欢哪一个动物角色 同样在两个礼拜后的影片会公布得奖名单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